这个夏天 海南文昌村味十足的乡镇排球联赛和天气一样火热 8月13日晚 为期一个多月的2023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迎来收官之战 比赛前两小时 球场内外已围满近万名观众 现场气氛相当火爆 当晚的总决赛在文昌东郊阵队与东阁阵队之间打响 经过五局苦战 最终东郊阵队以3比2战胜东阁阵队 为整个系列联赛画上句号 当晚来到现场观赛的中国女排前队长李约奥运会冠军成员为秋月被文昌的排球氛围所感染 这场比赛真的让我不许死刑 过程非常的精彩 而且双方队员都发挥出了极高的一个水平 文昌的排球首先有非常浓厚的底蕴 而且从我们的推广到我们的全民都喜欢排球 热爱排球 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震撼 就觉得大家和排球的生活已经完全融入到了一体 我觉得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全民健身体育带给大家的魅力 作为桥乡 文昌排球联赛的举办 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海外侨胞的目光 当晚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总会长林秋雅来到总决赛现场 为家乡排球加油打气 感受非常好 也很激动 能够亲自到现场目睹这种热闹和很热烈的欢呼声 让我非常感动 希望通过文昌以这次活动来作为一个与海外沟通的一座桥梁 把我们年轻一代带回来这里观看我们的排球比赛 那么也了解我们这个文昌家乡的美丽 然后体会我们这里的活力 此次文昌乡镇排球联赛举办期间 最幸福的要数钱来观赛的球迷 52场比赛场场精彩 场场座无虚席 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助围方式将现场分为一次又一次退向高潮 非常浓烈 非常好 很热情 很嗨 非常好 非常棒 非常精彩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说一个春节的赛事可以分为这么好 而且最让我觉得触动的是文昌的人民不光会打球 村民更会看球 非常厉害 球迷非常棒 据统计 一个多月来 海南文昌别具特色的村味排球联赛掀起了全民参与热潮 共吸引观赛人流超过48万人次 海南文昌别具特色的村民